很精彩的一个事情吧 我给你们放 刚发生的 你们可能还没看过 太粗头上 转型正义 太粗头上 转型正义 太粗头上 转型正义 太粗头上 Shit 放下放下 放下了放下了 我不希望有人上上 放下了 放下了 放下放下 我会让人小胸 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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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算了 小哥 臭你妈 干嘛 我没有冲 你冲啊 你冲啊 我会对你给你 好 放下了 靠北啊 太粗头上 转型正义 昨天 澳洲的媒体来问 你想你 台湾还放一个蒋介石的朋友在这里 丢人现眼 杀人魔王 那大家都没有感觉嘛 外国人看了觉得很好笑 就给人 杀了几千万的 台湾人 杀人魔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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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事情啊 我看到有 我看到有人说 说说说说说其实那个他不是第一次这么干哈 嗯 嗯 嗯 对 那是我要澄清一下啊 蒋介石没有杀几千万台湾人 蒋介石没有杀几千万台湾人啊 嗯 嗯 台湾总共那个时候也没有上千万人啊 嗯 我看到好像说那个啊 有这个白色恐怖的统计数字啊 就是台湾大概白色恐怖时期受难的 大概应该是有一万 一万七八千人目前已经统计 嗯 实际的数字可能比这更高啊 实际的数字可能比这更高更高 就是就是说你说有就是我觉得你说几万啊 甚至说十十万啊 嗯 这个我觉得都有可能 几千万是没有的 几千万 当时台湾总体人口也没有几千万啊 嗯 嗯 对 但是我就我就觉得说 哎 其实整个这个过程你们看到啊 就是说 其实大家都很专业 然后啊 也都很和平 对 就是整个这个互动还蛮和平的啊 那啊 这个呃 县兵啊 大家也没有使用过度的暴力 哦 那也没有对这个人有什么 那其他的一些啊 就是愤怒的举动 事实上你听到的这些 哈哈哈哈 呃 呃呃 这个冲动的 呃 粗鲁的语言 呃 都是来自于抗议者本人 嗯 那呃 当然比较遗憾的就是说 呃 也没有成功的能破上七啊 呃 没有没有没有成功的 就转而破上了一点点 一点点 就是蒋介石的那个袍子的下方 有一点点啊 一滴啊 大概啊 就是没有没有什么没有成功啊 啊 对呃 呃就可能还算比较遗憾吧啊 但是啊 呃这个我觉得 线兵大家的处理 我觉得非常冷静啊 啊 理智啊 而且很明显你感到在这个肢体的互动中是非常克制啊 而且呃 呃 呃这个啊 这个啊 就是就是对这个人没有恶意的啊 我觉得也是很棒的一个表现 那同时当然也以他的工作的职责 以他工作的职责来讲也成功的没有 也成功的没有让这个啊 这个事情成功啊 就没有让这个喷漆的这个这个事情成功 嗯 对呃 我觉得很棒很棒啊 但我觉得特别好笑的是他非要说澳洲媒体啊 说澳洲媒体外国人啊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个澳洲媒体哪个外国人哈 我我我我还真不知道哈 因为我看了最近澳媒的一篇文章的确媒体蒋介石这个事儿 呃我就是但是当然就是澳洲媒体在台湾的可能不止一家哈 嗯 啊就是说这个是我看的澳洲媒体在台湾肯定不止一家了 就连加拿大你们知道加拿大我跟大家讲过加拿大最主流的是CBC嘛啊 左媒啊 呃 然后加拿大比较右派媒体啊比较有影响力的叫global news 啊 那global news最近也去了台湾啊也拍了一系列的影片啊 所以说其实不只是一家澳媒绝对不止啊 所以说我不知道他说是哪门家的澳媒啊 啊说啊蒋介石同像还在啊 这个丢人先眼或者什么之类的 哈哈我不知道肯定有了肯定有人嗯 嗯 嗯那但是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篇啊 啊这个澳媒嗯 嗯嗯 red的说聊聊80位国会议员投票轰走如沙叶这件事情 哦那他们是不同的国家的国会议员 哦他们是不同国家的国会议员嗯 嗯这个是跨世界各国跨国议会针对中国联盟 大家的国会的投票 他们本身就是针对中国非常强硬的一个全世界跨国的议会的联盟 本来台湾不是会员国啊因为台湾的第二大党国民党没有一个立委啊愿意参加这个跨国议会针对中国的这个联盟啊 国民党一个立委都没有那后来呢这个跨国议会联盟啊就是考虑到台湾啊对于对抗啊中国的重要性是破例啊允许台湾加入但是实际上是对台湾来说是非常非常丢人的一个事情 你们知道吗这是非常丢人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全世界所有的这些会员国他们的两大党第一大党和第二大党两大党都能找到至少一个人参加这个全世界跨国议会针对中国的这个联盟 只有台湾找不到台湾作为对抗中国的第一线的国家只有台湾只有民就是只有台湾的两大党的国民党一个立委都找不出来你们听清楚人家要求并不高 平心而论人家要求真的不高人家只是要求说你两大党中至少每个党中有一个国会议员一个立委肯加入这个跨国议会联盟 人家这要求高吗你们想想这要求高吗你们每个党对吧两大党每个党都有几十名议员在国会里面只要求你找一个人愿意加入 只有国民党没有一个愿意加入没有一个愿意加入我我我我相信不是国民党立委中没有一个人想加入我相信这是国民党党中央的政策 我相信这是国民党党中央的政策我相信这是国民党党中央就不允许他们任何人 加入我记得跟大家讲过这个事情吧有一个我记得好像也是澳洲的媒体好像是哪国的媒体想要访问蒋万安 那个时候蒋万安还没有选上市长好像是想采访蒋万安因为澳洲媒体对蒋万安很感兴趣 其实大家对蒋万安都很感兴趣因为他是名义上的蒋介石的后人嘛 就是大家很喜欢这个威权复辟这个角度嘛 那结果当时呢好像说是不能采访蒋万安好像是 就是采访不到蒋万安 然后曹亚学女士他本来都说好了 国民党有一个立委接受曹亚学女士的采访 都说好了然后忽然就说这个访问的这个曹这个提稿必须先给国民党党中央看过 国民党党中央必须看过 那然后曹亚学女士就也很配合就把这个采访稿发过去了 发过去了当然就没有下文 没有下文 就是说这个是很明显的 这就是我说国民党内立委我觉得不见得所有人都没有一个找不出一个人愿意加入这个全世界跨党派 就是全世界跨国会的针对中国的联盟 我记得是IPAC 不是一个都没有 但是国民党党中央不会允许的 那这就是这就是我说就在这一点上 我就认为民进党在这一点上 在整个党的这个这个意志 党的政策 党的道路的贯彻上 远远不如国民党坚决 你们不说我从来不批评民进党吗 好我在这里就在说民进党的这个问题 民进党在党的路线 党的意志 党的道路上的贯彻 远远没有国民党坚决 远远没有 国民党你别看他对于私德非常的放纵 就是你这个国民党党内 你是什么做小三呀 这个贪腐呀 黑道呀 这个就是你可以在你的私德上 你做什么都可以 国民党的这个里面 你做私德上面你做什么都可以 但是你必须百分之百的忠于党 你必须百分之百忠于党 你譬如说你在国 你现在国民党的政策是亲中吗 那是亲中吗 那国民党的政策是亲中卖台 那你这个时候你如果抗中保台 你就会被踢出去 譬如说于北辰 对不对 你就你就会被踢出去啊 于北辰 那于北辰 于北辰他为什么被踢出来的 那难道不是因为他抗中保台吗 对不对 嗯 那个李正浩 李正浩 对吧 他不喜欢韩国瑜 他批评了韩国瑜 那他就被踢出去了 所以这就是说民进党在这一点上 远远不如国民党 就是当然如果你认为说贯彻党的路线和政策是对的话 如果你认为贯彻党的政策和路线是对一个党来说是很重要的话 那么你就说可以说民进党不如国民党 当然你也可以说反过来说你可以说国民党比民进党要独裁的多 就是说国民党党内不允许任何人背弃 就是不能叫背弃都 就是稍微偏离一点这个党的路线 这个党在亲中卖台的大路上 你有人想要抗中保台 你就啪就被撵出去了 在韩国瑜这条道路上 谁敢批评韩国瑜啪被撵出去了 知道了吧 就是说你可以说他更独裁 但你也可以说就是他贯彻党的意志 贯彻党的理念 贯彻党的意图是坚定坚决 绝不妥协的 而民进党在这方面 你当然可以说民进党更民主 你一方面可以说民进党更民主 但是同时你也可以说民进党 民进党的路线是抗中保台 对不对 是四个坚持 但是呢你却出了高嘉瑜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明显有问题的一个人 就是他却在民进党 民进党却容纳他 好吧 就是你可以说他是优点 你可以说他是缺点 对吧 你怎么说都可以 但是事实就是国民党对他的党 他的控制力在这个领域是非常非常强的 他不在乎你的私德 你私德爱干嘛干嘛 但你必须忠诚于党 百分之百的忠诚于党 绝对要忠诚于党 就跟中国共产党似的 就是绝对不忠诚就是忠诚不绝对 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 你必须百分百忠诚 那民进党的党员对民进党的忠诚度 这个东西对吧 轮不到我来提醒大家民进党党员的忠诚度吧 民进党党员的忠诚度 你就看高嘉瑜就好了 你就看高嘉瑜 你看看高嘉瑜 你就知道民进党对于党员忠诚度的要求 有的时候我觉得对很不尽如人意吧 很不尽如人意好吧 对这是所以说所以说当时这个就是这个全世界跨国会的 这个这个他们是很多人 但其实他们都是分散在世界各国的国会中 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国的国会中 所以说就是他们是很有就是就是就是很有理念 很有充劲的很这样的一个一个就是世界各国就是国会议员的这么一个平台 这么一个联盟 但是其实他们就说就是回到自己本国国会 他们都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们这样来说 他们就是他们是世界各国国会中 对中国政策最坚定坚决的一部分人所组成的这个联盟 但他们回到自己本国国会 他们都有很多工作要做 就跟台湾也是一样的 台湾人家破例让你进了这个这个这个联盟 但是你台湾自己的状况并不好 台湾自己的状况并不好 你的第二大党没有一个人肯加入这个联盟 就足以说明问题 澳洲的这个文章封面照片也很漂亮 我非常喜欢 就是就是这是就是大家不要觉得不这不专业啊 这其实非常专业 可能有一些不太懂军事的人可能会以为说 哎这个人怎么怎么这样盘着腿坐着开枪 可能有的人以为不专业 我就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是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设资 非常专业 就是大家一般在在那个就是 一般看到的那一种站姿 站姿其实并不稳定 你知道了吧 因为你你自己试一试 你自己就是你啊 你自己试一试 你站着这么拿着 你的手会抖啊 你手会抖 因为你因为你看你的你的你的胳膊肘 你这里都没有支点嘛 啊你是站着 你其实你没有支点 你枪是很重的 枪非常非常重 你不要看到枪好像并不大 枪很重 枪非常重啊 那所以说其实站姿并不是 就你看到那种站姿好像很帅气啊 但是站姿不是最稳定 站姿在所有射枪 射枪的姿势里面是最不稳定的 而就是趴姿是最稳定的 因为你的全身都低脱在这个地面上 所以你看到那一种就是 非常非常优秀的狙击手 他们非常非常远的那种射 射的时候他们都是趴着的 就是那种你知道在 压克战争中那种美军那种大兵 他们都是趴着的 趴着是最稳定的射姿 最稳定的 那然后然后同时做 就是这样坐着的姿态 也是很稳定的 因为你看到没有 他的手肘 他的两个手肘 其实都都有一托 他的两个手肘都有一托 他这是很专业的一个设姿 你们你们不要觉得说 哎好像看起来就是 就是就是好像是坐着 其实他是很专业的一个设姿 但是好像不是特别常见 尤其在新闻媒体中 你们一般看到的会是站姿 和这个趴着的这种设计 这种这种设姿其实很少 就是不太常见 但他也是非常非常 优秀的一个 一个一个设计的一个示范 绝对不是那个 叫啥 哦朱学恒 绝不是朱学恒那个水平的 很优秀 所以你看他们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照片 我很喜欢这个照片 看照片进来的 看照片进来看 这个报纸 澳大利亚金融 这个分析吧 那这个报纸呢 是在上个星期 那到台湾待了一周 那是这个 这个团队 都是澳洲的这些安全专家 他是在这个 最近这一次军演过后 去的台湾 台湾这边的很高阶的 这个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者 就说到说 就是从乌克兰学习到一点 就是人们战斗的意志 那决定其他国家 是否愿意来支持 刚问到说 他是不是期待澳洲 会来帮忙的时候呢 那这个官员说 过去没有把澳洲的支持 列入考虑 那这里我提一句 就是说这个 澳洲那边也开始 现在在做民调了 就是说支持澳洲 军事介入的民调 澳洲也在做了 我印象里做的结果是 过半的澳洲人是支持的 或者是接近一半的澳洲人支持 军事介入 大家注意是军事介入 不是给钱呢 也不是给武器呢 是军事介入 军事介入 而且我当时觉得 做的非常有趣的 就是他有份足 就是各个族裔也做了 中国人 在澳洲的中国人 支持澳洲军事介入的 我记得是 接近四场 接近四场 就大致上比普通澳洲人 做出来的数据少一场 我记得是 少一场 但是呢 是你想想 接近四场哦 接近四场 接近四场的在澳洲的中国人 支持澳洲 武力 接近四场 这个攻打台湾的 这个情境 嗯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其实有大量 沉默的中国人 你是有 其实有大量 沉默的中国人的 就是他 他不会 就是 就是这些人 他出于各种恐惧吧 他不会 他 就是 这跟大家 感觉上 其实是不同的 你知道吧 就是我当时 看这个数据 我觉得说 很惊讶的 因为 对 就是你要凭感觉 你会觉得可能应该一成 也就最多一成 但是其实数据做出来 是接近四场 那所以说 其实澳洲这边的人 反倒开始比较 就是我觉得他基本上 他跟他的那个 他的 他的越来越跟进美国的 那边的民意的 就是 他越来越跟进 美国那边的民意 日本好像我没有看到 这个民调 如果有人看到 日本的民调 你们可以发给我 就是关于说 到底民众 知不支持武力 介入这种情境 他提到了 这个李喜明将军的 这个不对称作战的 这本书 就是说 这个李喜明将军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意图吧 实际上是被台湾的 就是说国防的 这个 就是本来的 这一个建制的 这个官员体系 非常激烈的 给 就是 给反对 非常激烈的反对 有各种的恐惧吧 就是说 就是有人就说 你这样是会影响国军的士气 说是会导致失败主义 会降低台湾人民的 这个 这个抵抗的决心 就这种反面意见 对不对称作战的反面意见 但是 但是 从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 军方的想法变了 这个是我第一次听到 军方的想法 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 发生了一个巨大的一个转变 那说美国的 这个训练不对称 作战战术的 军事的这个专家 已经抵达了台湾 那 然后已经呢 有计划 要 要把越多的台湾的士兵 那 运 就是 运到美国 去训练 越好 就是说这个 就是等于说这个训练计划 可能是没有天花板的 意思就是说 能够竭尽所能的 想要把台湾的士兵 送往 美国 接受训练 为什么一定要是美国 因为 他说是这个 美国的训练营 美国的训练营 那 那 要我个人猜测的话 就是说 这个就是 把美国的教官 弄到台湾 他一定也涉及到 就是说 你的训练的 设施 装备 地理条件 甚至包括 有没有保密的需求 对不对 你说台湾 这么大点地方 对吧 你到底在哪里训练 可能最好的 能有保密的这个需求 包括你的这个 你要那个训练军人 你需要的 就是所有的 特有的这些个 场地 设施设备 台湾军方肯定是没有 没有 或者是欠缺 这方面资源的 而美国 他是常年帮人训练 美国是常年帮人训练 就是全世界的 这个这个 军队吧 凡是在美国这一边的军队 常年美国都给他们 帮忙训练 那是属于专业的 那所有一切都是专业的 我觉得是不是有这个考虑 所以说呢 目前 就是我看到这个说法 就是说 就是说 还包括说 要在台湾 储备足够多的 非常规的作战的武器 然后说呢 说这个民防 民防呢 说就是 就是国防部这边也有 这个就是 跟当地政府做合作的 这样的民防的系统 那 然后 国防部的官员呢 已经在 这个 立陶宛 爱沙尼亚和芬兰 在进行学习 然后呢 民间组织 当然提到 黑熊学院 这个不用说 他提到 然后说呢 就提到说 70%的台湾人 是愿意 为台湾而战 然后有一位分析师说 其实并不是说 70%的人 都要真的拿枪了 但是呢 就是说 足够大量的人 愿意做 这个愿意战斗 这个意愿 那 你就 就是 就已经 就是 而且呢 他们愿意去接受 就是好的训练 那 你就可以让 这个 中国人 就是 想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想要攻打的时候 变得很艰难 提到说 台湾的 这个地形 它的优越的 这个作战的地形 就是对于入侵者来说 是非常痛苦的 一个作战的 一个地形 就是都能够 就产生这种 嚇阻作用嘛 就是告诉中国说 你是不会那么容易 你就能够占领台湾的 你会很痛苦 会很困难 那 然后提到了 习近平的 这个梦想 我最感兴趣的 其实就是这个 这个往外国 第一 就是说 自从乌克兰 俄罗斯全面入侵 乌克兰之后 台湾的军方 改变主意了 对于不对称作战 就是一下子 突然就又 就接受了 这是第一个 我觉得 这个消息蛮好的 因为大家 听说过 很多军方的那些 对吧 那些个 就是 就是 顽固不化 顽固不化 但是说 俄罗斯全面入侵 乌克兰之后 他们想法变了 我觉得这个蛮好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就是说 美国有打算 大规模的 就是接台湾的军人 去美国训练 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 我觉得都很好 都很棒 因为 就是说 基层的士兵的训练 基层的士兵的 就是你们看到 就整个俄乌战争里面 基层士兵 他们的 他们的能力 那是真正在 在现代战争中 是至关重要的 在现代战争中 是至关重要 那台湾的 这个虽然说 有这个 派了200吧 说是美国 派了200名军官 在台湾训练 我觉得这个 它能产生的 就是它能够 在短期训练出来的人 我觉得还是有限 那如果说 美国有计划 大规模的 接台湾的军人 去美国训练 那会是非常 那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接多少我不知道 但它说了 说没有 就是没有天花板 就是越多越好 越多越好 没有天花板 越多越好 对 对 美国 美国还是可靠 关键时刻 美国还是很可靠的 好 这是 这是这个事情 我想提一句 就是现在蓝梅 在炒作 保二总队 什么之类的 就是 这个蓝梅 在炒作 是变成 保二总队 变成第二陆军 那林又昌已经解释了 说 其实不是 其实就只是这个 是负责维护 国营事业 科学园区等机构的安全 那 是 只有种子教官 会接受军方的 加强训练 那 虽然会有一些 特殊的装备 但是不会像一些 就是这个 一些 传言的一样 声称说是有什么 刺针飞弹 什么之类的 他说根本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说 确确实实 当然就是说 你负责的是 这种非常重要的 像核电厂 科学园区 这些 他的安全 他跟一般警察的装备 有所不同 但是不可能是 完全是说军队 他本来也不是军队 就是 我觉得就是 特警的感觉 就是特殊警察 特警的那一种感觉 他比 一般的警察 更优秀 更有素质 也有一些 更好的装备 但他 但他不是军人 他也不会执行军人的任务 他就是执行保安的任务 这是澄清一下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蓝梅现在在打这个事情 这个国民党也站出来反对 什么之类的 那你不保护这些关键的设施 怎么办 你们看到 其实我觉得这个你明显 你能看到都是针对乌克兰经验 你们记得乌克兰那个时候 就是那个核电厂就被占领 那个是把全世界都吓坏了吗 核电厂哎 核电厂被俄罗斯的军人占领 把全世界都吓死了 因为你 就是因为他们啥也不懂嘛 他们真的啥也不懂 那不说俄罗斯军人在那个 有极强烈核辐射的地方挖坑 然后回去就好多人就死了嘛 就他们啥都不懂啊 啥都不懂的人管核电站 你疯了吗 对吧 那所以当时我记得芬兰的学校 开始给小孩发那个点片 你们知道吗 就发那种防核辐射的片啊 就是那你因为你 你知道这就好像说 你把一把冲锋枪塞给一个三岁小孩 你想想他没吓死你 吓死了嘛 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很必要的事情啊 不知道为什么蓝媒还有国民党 他要来炒作这些事情 那你不保护核电站 你不保护这些关键基础设施 你到时候会很惨的啊